大家好 我是赵璐 欢迎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拜登总统今天下午将在白宫发表讲话 讨论犯罪率攀升和预防策略 此举凸显暴力问题日益严重 成为拜登政府无法忽视的问题 拜登幕僚指出 拜登计划说明 遏制全国暴力犯罪潮的新做法 尤其是枪支暴力 拜登将宣告一系列减少暴力的行政命令 并重新呼吁国会通过枪支管制法 消息来源指出 拜登也可能强调 资助执法人员和司法部的计划 白宫也预计今天召开会议 会晤司法部长加兰德 地方行政与司法官员和维权人士 国会山庄报道 犯罪议题突然重回 政治辩论核心令人惊讶 暴力犯罪率逐年下降 但是去年全国谋杀率却攀升了25% 许多城市的数据更加难看 而且犯罪问题未见缓和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初步资料 美国从2019年每10万人有5人遭到谋杀 增加至2020年每10万人有6.2人遭到谋杀 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 今年前三个月37个城市的样本数据 谋杀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 光是上个周末芝加哥与50人中枪 纽约市今年初的枪击率也高于了过去几年 民主党推动扩大选举以及投票权法案 昨天在参议院遭遇了挫败 共和党参议员利用拖延议事手段 挡下了渴望创下一百年来 美国规模最大的选举制度改革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 这项法案是在制造麻烦 必定全力阻挡 这项名为人民法案的草案 内容包括各个层面的选举制度改革 并且排除扩大投票权的诸多限制 倡议人士认为 这项法案堪称当代版本的民权抗争 立法精神包括秉出黑金政治的影响 降低政党派系干预国会选区 许多共和党人士认为 这项法案意味着 联邦政府企图侵犯 州政府主管选务的权限 根据共和党的评估 法案一旦通过将让民主党受益 法案22日在参院表决出现了 50对50的结果 未能达到让法案进入辩论的 60票的门槛 对于法案未能过关 副总统贺锦丽说 抗争还没有结束 这次闯关失败 迫使民主党必须思考 如何在参院两党 习死各半的情况下 陆续推出重大立法项目 民主党原本对于这项法案 寄予厚望 希望在共和党设下层层障碍之际 透过人民法案的通过 挥出力道强大的反击 疾病管制预防中心CDC的 最新报告显示 美国2020年出生数下降了4% 跌幅是1973年以来的最大 多半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CDC的统计报告说 出生率已经以每年约2%的速度下降 但是2020年下降幅度更大 CDC研究人员在2020年统计到了360万新生儿 比2019年的375万和2018年的380万都减少了 2020年上半年出生人数下降2% 2020年下半年出生人数下降幅度更大 7月份下降4% 8月份下降7% 9月份下降4% 10月份下降6% 11月和12月为8% 与2019年同期相比 去年下半年 所有州和华盛顿特区的出生人数均有所下降 下降幅度最大的州包括 新墨西哥州 纽约州 加州 夏威夷州 和西弗吉尼亚州 香港苹果日报今天宣布 将自午夜之后结业 24日出版最后一期报纸 感谢读者 广告客户和港人26年来的厚爱和支持 在此别过珍重 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早前拘捕了苹果日报 及其母公司 一传媒集团5名高层 其后又冻结了苹果日报等三家关联公司 1800万港币的资产 令苹果日报陷入困境 董事会已去信保安局要求解冻资产 但外界对解冻期望不大 消息人士说 本周五 该报将会发行100万份 将是苹果日报的最后一份 告别26年的历史 苹果日报内部消息人士说 公司近日有大批员工辞职和请假 人数大幅减少 剩下的员工将会尽力做到本周五 除了苹果日报外 一传媒旗下的动新闻 一周刊预料也会关门 一周刊社长黄立商 发出的告别一周刊读者一封信中说 我是眼前的人 但在这个历史时刻 我没有眼泪 在动荡的办公室里 我要告诉自己压抑情绪 做好撤退的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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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